說真的 正正經經就不會被DK 何謂正正經經? 作為一個常人 你理解如果一個宣誓儀式 一個議員刻意不出席整個儀式的時候 那是否構成一個完整的宣誓儀式呢? 我相信這一部分大家自有公開 因為70個議員宣誓 很多時候有其他議員都宣完誓就離開 我相信你作為律師 你都會信任香港的法官 在這方面都會公正的標準 即是要受到法庭解決了 不一定受到法庭解決 而是如果你要講到這些說 有政治檢控你所講的政治檢控所有法庭 你猜法官會不會把關呢? 需不需要再釋法呢? 釋甚麼法呢? 我不知道 即是你說 因為現在104條就沒有講到 各個就場如果你不出席就會變成DQ 那我現在問是否再要釋法去解釋104條 其實基本法104很簡單一句 立法會議員要宣誓 而大家知道在之前DQ議員的時候 其實人大常委作出了一個釋法 除此之外 我們其實在本地立法 有沒有其他地方清晰去解釋宣誓儀式 界定框框架架呢? 由哪個位置哪個位置是宣誓儀式呢? 我聽下去其實可能大家都有一些疑問 所以我相信在這方面 其實局長在接下來 在這個條例寵案的程序裏面 都要講一下究竟現在我們在本地 我們的條例裏面 究竟這裡有沒有清晰去界定 對